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概股上市规则来进行五项的主要修订了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佳就相信很快会有多达两位数的公司递交申请 首批将在6月到7月份上市 它预计申请者当中生物科技公司的数量将占多数 而企业规模则将会以同股不同权公司领先 四年多的时间历经阿里巴巴赴美国上市 以及首次咨询被驳回再到重启讨论 李小佳就形容这一次是很长的一个旅程了 也是很好的一个旅程 他感谢业界多年来合作和支持 认为新上市制度是更加贴近市场 也更具有竞争性竞争力 那香港可孕育更多的创新公司 李小佳就谈到说在生物科技公司方面 这个港交所会设立专家顾问委员会 协助审批上市公司的一个资格 委员会将会由12到14人组成 并有这个同等规模的后备名单 那在第二上市方面 港交所容许申请企业以保密方式 提交上市申请 那对于吸引海外上市中资公司 在香港的第二次上市 李小佳就谈到说 已经跟不少公司接触了 相信这一批公司也会回归亚洲交易时区 在港上市和大家分别 和回家可以说是分别不大的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说 新上市值得将会迎合新的经济环境 提升香港上市平台 对不同地区发行人的一个吸引力 那香港的证监会发言人就谈到说 香港是首个为部为这个同股不同权 那未有收入 生物科技公司提供专用监管制度的 国际金融中心 兼顾企业合适性 这个要求和这个投资者的一个保障 证监会的未来会与港交所紧密合作 执行新的上市制度 另外呢我们带您关注到啊 对于港交所憧憬的首批公司 可于6月到7月份上市 那必码为中国资本市场组合 这个市场组的这个合伙人啊 他的名字是叫这个刘大昌 就谈到说 咨询总结内容呢 与先前咨询文件可以说是分别不大 有利于企业和专业界 这个专业界别推进上市的一个工作 他估计虽然有公司争相交表 争取暑假前挂牌 但更多可能倾向于6月底申请 预计9月下旬起 相关公司将会陆续的上市了 香港经济日报引述消息呢 就指出说啊 内地智能手机和软件开发商小米 极大机会在下周就递交这个上市申请 成为首批同股不同权的一个港股了 华尔街日报啊 是引述消息指出 全球十大独角兽之一的滴滴出行 这个据报也已经在寻求上市咨询了 最快将会在今年下半年上市 但还没有决定上市地点以及时间 消息指出啊 滴滴希望呢 是朝着700至800亿美金的 这样一个估值来迈进 折合大约是5490亿 至6280亿港元 那对于相关消息啊 滴滴出行就表示啊 不予置评 那所谓独角兽就是估值是超过 10亿美金未上市的出创企业 滴滴在去年12月份呢 是完成新一轮 大约是40亿美金的融资之后 最新的估值呢 已经是升到了560亿美元了 国泰居然执行董事兼副行政总裁 王东青呢就认为说啊 这一次同股不同权 前前后后咨询期大概呢 是两到三年 其实是香港很重要的一个做事方式 他说啊 假设当初如果是破例阿里 这个阿里巴巴上市之后 可能会有更多的小阿里 甚至是迷你阿里来到香港上市 这些公司自身内部治理啊 包括抗风险能力 以及整体规模制速 可能都存在一些缺陷啊 那最终阿里呢 是去了美国上市 香港金融市场呢 也在不断探索相关的一个改革 大家都在反思 也都觉得啊 现在这样的一个改革呢 也是比较不错的 那王东青就指出说 同股不同权呢 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 美国啊 在这种成熟的市场之前呢 就已经是有了 在香港呢 也不算是先例 现在港交所包括监管机构 都做好了思想准备 把阿里京东啊 这些公司吸引回来啊 他们呢就认为说 目前啊 在中国有深圳上海 以及香港三个上市平台 香港呢 可以进一步啊 这个发挥资本市场的一个作用 当然是否来香港上市 也要视乎发行人自身的需求 以及发展策略等情况 这也应该由他们自己来选择了 接下来呢 大家关注到 本周港交所啊 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大事 是什么呢 就是港交所董事会主席换劫了 4月25日 港交所呢 所举行的周年股东大会 周松刚完成六年任期之后呢 是卸任主席 周松刚在任期之内 曾经错失阿里巴巴 他本人啊 也曾经说过 对此感到是很遗憾的 却在退任前一天呢 也是见证港交所成功引入 同股不同权的这样一个政策 对此他又表示说啊 凡事都需要一个过程嘛 那阿里巴巴是一家成功公司 相信港交所新上市制度 能够为更多创新公司来提供 提供这个资金了 变成时间把这个八间阿里巴巴 周松刚啊 就没有为下任主席送出寄语 但他呢 强调由新主席 讲述未来的一个发展 那长江后浪推强浪啊 这个香港人才可以说是代代出 周松刚相信啊 在任内啊 这个周松刚相信任内 港交所一直向上爬 重大转型才刚刚开始 随着中国将来势必呢 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经济体 那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会进一步的巩固 他回忆过去六年当中 港交所建设了三个互联互通的 一个机制提升了 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 那除了阿里巴巴 没有在香港上市啊 周松刚就说工作难免呢 是啊 这个有起有跌 他就说啊 这个也引用六十年代英文流行歌曲 My way的一句歌词 遗憾总有一点算不上多 不值一提 那行政总裁李小嘉呢 就盛赞周松刚是智者 勇者以及支持者 深思熟虑啊 勇于决策 过去六年呢 和他并肩作战 这个经历收购伦敦金属交易所 开通互联互通 以及上市改革啊 这些三大战役 好了 那本周区块链方面的话呢 还有哪一些新鲜事 马上来进入一周区块链回顾 据彭博社报道 近日在麻省理工大学 举行的一场区块链商议论坛上 沃尔玛食品安全与健康副总裁 弗兰克·杨纳斯宣布 沃尔玛已准备将区块链技术 运用于生鲜食品领域 通过区块链技术 以往需要六天的追查过程可以缩减到两秒钟 在视频安全问题爆发的时候 这段时间可以减少不计其数的损失 这一创新之局 未来也会运用到沃尔玛中国的业务中 据新华社报道 华为发布华为区块链白皮书 正式进入区块链竞赛 该白皮书系统地介绍了区块链的兴起 核心技术及原理机制 国内外产业发展现状和典型应用场景 总结了华为历年来在区块链上的研究成果 对华为云区块链服务BCS进行了详细介绍 华为区块链白皮书的发布 对加快区块链技术的快速落地 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 有着积极的助力作用 瑞士邮政将整合创业公司 开发基于区块链的解决方案 用于监控交付过程中的药品 和其他温度敏感产品 根据欧盟的新规定 制药公司必须确保药品 在运输过程中温度条件 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并证明药品在运输途中的品质 没有受到损害 这种基于区块链的解决方案 如果部署成功 将会减轻制药行业的监管负担 美国圣费尔南多股民主党参议员 赫茨伯格提出一项法案 该法案允许全加州的公司 将区块链写入公司章程 在公司股票发行和转让中 引入加密货币 以增加安全性 赫茨伯格在最近几天 向参议院银行和金融机构委员会 提交了这项被称为 SB838的法案 他说这是向州政府揭示 区中心化技术所迈出的第一步 当地新闻媒体报道 中东地区资产规模最大的 银行集团之一 迪拜国家银行 成为该地区首家成功在 支票保险系统中 实施区块链技术防止欺诈银行 该系统在每一张支票上 印刷独一无二的快速回应码 并将其记录在区块链上 这项名为CheckChain的技术 旨在提高出具支票的可靠性 以及整个阿联酋银行业的安全标准 迅雷发布了拥有百万级 并发处理能力的区块链应用 迅雷链 迅雷集团首席执行官陈雷表示 迅雷链是启动共享经济的信任和激励工具 是发展共享经济必不可少的技术和模式创新 陈雷认为今天区块链技术还有一些不成熟 区块链面临的挑战 是炒作给整个行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其本身给互联网提供了信任和共识机制 把区块链特性放到实体经济 大规模促进实体经济才是正确的态度 好的 我们也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财经周报 我是许昂 还顾完全球之后 现在让我们立足香港着眼脚下 一起进入聚焦香港 昨天港交所董事会决议选出了新任主席 一如预期石美轮获委任 接绑周松刚成为新任主席 这也是港交所历史上首位女性主席 4月25日 香港交易所董事会决议 委任石美轮为董事会主席 任期两年 石美轮成为港交所首位女性主席 港交所新任主席石美轮表示 港交所在过去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也取得了很多的成就 未来将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但勇于接受挑战 上任之后主要有三大工作 包括筹划新的三年策略计划 落实新的上市公司改革 和处理行政总裁李小佳的合约事宜 下个三年的战略计划 就是2019至2022 当中我们要注意的 和是要如何在我们现有的成就上面 是更加的 第一是巩固 第二是提升 交易所的整个前景 都是需要不断地检讨 不断地自我更生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佳 回忆自己九年前 第一次进入港交所 就是由石美轮主持的 总裁招聘面试 没有想到石美轮非常欣赏 她诚实地坦承自己的短处 和石美轮可谓是一见中意 这个九年前 Laura把我迎进了港交所 然后自己又出去飞翔了 心目中间也一直觉得 一天她会回来 今天是今天 据了解 港交所表示 委任石美轮为主席 必须要经过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 书面核准坐实 作为港交所的首任女性主席 石美轮就表示说 目前恒生指数成分公司当中 女性董事的占比 仅仅只有14% 那香港呢 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空间 希望未来可以推动更多的女性 能够出任上市公司 以及商界的董事或者主席 亚海第一位是 陈燕竹 廖和光 香港报道 中美贸易冲突升温 战火已经烧到了高科技行业了 那在上周呢 美国商务部是宣布 对中兴通讯发出长达7年的禁令 禁止美国企业 向中兴出售芯片等零部件 它被制裁呢 也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利益保护站 那交营国际董事总经理 兼首席策略师洪浩 本周呢就做第一会课室 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的观点 洪浩 其实你觉得 这场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战 是不是只是两国之间的一个利益的保护站 不仅仅是利益保护站吧 利益上头来说呢 中国毕竟是美国的逆差里头 占美国逆差比例最大的一个国家 这个比例呢 比80年代 日本作为一个美国的主要出口国 占当时美国逆差的比例还要大 当时日本占了不到三分之一 我们现在可能是接近三分之二 非常大 从一个逆差国的角度来出发 因为它是从外头进口东西 所以呢 it makes sense 就是去征收 对美国出口国的这个税 那么这样呢 美国政府的这个税收可以 收入可以上升 那么同时呢 它可以用这些税收呢 保护国内的一些产业 以及呢 以补贴的形式呢 把这个税收呢 再发发给国内需要补贴的产业等等 如果从简单意义上来说 它的确是一个利益的问题 但是呢 现在呢 随着这个争端越演越烈呢 其实我们发现 它不仅仅是一个利益的问题 它已经关系到 就是说国家之间实力竞争的问题 一个长期战略的问题 在美国呢 这个叫Grand Strategy 就是一个国家的综合战略 那国家综合战略呢 其实历史上 我们看到呢 美国为了抑制 别的国家的决戏 那么它国家的这个 政治上的战略 就是国力上的战略呢 跟这个美国的这个 商业战略呢 可以融为一体的 因为毕竟呢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也是我们中国出口 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关心完香港的人跟市之后 本周朋友圈里 有哪一些新鲜事呢 来一起走进财经朋友圈 最近呢 随着中兴被美国制裁 引发了全民中国新的 这样一个热潮 阿里巴巴呢 也参与其中 全资呢 是收购了中天威系统有限公司 4月20日 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呢 全资收购 中国内地啊 是唯一的一个 自主嵌入式的 CPU IP-Core公司 中天威系统有限公司啊 简称中天威 阿里巴巴CTO啊 名字呢 是叫张建峰 就谈到说啊 收购中天威 是阿里巴巴芯片布局的 重要一环 IP-Core呢 是基础芯片能力的核心 进入IP-Core领域呢 是中国芯片实现 自主可控的一个基础 4月25日 马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 与学生企业家对话时呢 首次是回应了 阿里巴巴收购中天威一事 他表示说啊 这个研发芯片 并非呢 是为了竞争 而是为了让芯片 更具普惠性 中国 日本等国家呢 需要开发自主的 半导体技术 以摆脱美国 对全球芯片市场的一个控制 他说啊 这个阿里投入数十亿美金 研发芯片呢 并不是控制技术 我们想让每个年轻人 每家小公司都可以 以性价比更高的方式 来分享这项技术 我们呢 也不是为了竞争 而是为了应用 那阿里巴巴啊 达摩院会这个致力于啊 降低技术门槛 让更多人和小企业 分享低成本的技术 马云还谈到说啊 这个阿里巴巴在一个月前 就准备宣布收购中天威了 那这件事啊 这个他也考虑了很久 他跟这个中兴事件 仅仅是一个巧合 阿里巴巴呢 在过去四年当中是投资了 五家芯片公司 那相信芯片行业呢 正在发生一个变革 马云呢就谈到说啊 我们也是需要廉价的芯片 有效的芯片 以及普惠性的芯片 可以被运用到任何领域 阿里巴巴的芯片呢 并不是为了竞争 它是普惠性的 那对于芯片研发的重要性呢 马云也解释说啊 云计算时代正在到来 未来将会是一个物联网世界 绝大部分用电的东西 都会以内置芯片当中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嵌入 所以呢我们就要啊 这个需要这个廉价的 高质量的 以及多元化的芯片 各行各业都需要 马云呢就谈到说啊 美国在芯片领域呢 是前驱的引领者 那中国全部的芯片市场啊 都是由美国控制的 中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 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那关于中美贸易纠纷 马云就谈到说啊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 彼此都不信任的一个时代了 这就是为何会出现贸易战 以及那么多的问题 但是啊 这个不用放弃 不要去放弃 那信任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得到的 需要一个建立的过程 我们也能够建立信任 好了 继续带您关注到啊 这个近日来上海 高端楼盘的销售啊 这个卖出了刚需速度 几乎所有的核心区域的 高端楼盘呢 都需要摇号认筹 那部分楼盘 中签难度不亚于打新股啊 据不完全统计呢 最近一个多月来 上海的众多单价 都已经是超过这个8万的啊 这个总价就超过 1000万以上的这些 高端楼盘开盘之后 就遭清盘了 那价格高昂的豪宅 居然也像刚需房一样啊 这个遭到哄抢 一扫而光 以备受市场关注的 中粮潜滩海景一号为例啊 根据中国证监 这个中国证券报的一个报道 4月23日上午呢 这个437套单价呢 是大约每平米8万5啊 那个面积大约是90到130平米 总价呢 是700到1300万元的这个单位啊 是引来了 超过3000组客户认筹 参与1号 那将近8倍的一个认筹 那单盘一次开盘 认筹参与 资金就超过了8 这个88亿元 创下上海楼市的一个记录了 去年下半年到 今年一季度以来 上海楼市呢 都处于这个冰冻状态啊 成交也很少 供应也很少 不过呢 从今年3月以来 突然之间啊 就出现了这个豪宅 遭到疯抢的现象 哎 究竟是出现了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 要不要去奇怪一下呢 首先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许多豪宅盘的 这个平均的价格 都低于市场预期的 其实那部分 甚至还出现 一二手价格倒挂的一个现象 这也是很普遍的 新盘啊 这个同比啊 周边的这些 比同区域的这些二手房 还要便宜 因此啊 就遭到轰抢了 其次啊 这一次遭到清盘的 一些豪宅项目 基本上都位于 上海市的核心区域了 在去年下半年以来 上海新房的预售证呢 就受到严格的一个管控 高端住宅 市场呢 可以说是处于 供应不足的一个状态 再加上核心区域的 资产抗跌性更强 在未来楼市 预期回落的一个情况之下 豪宅保值增值的潜力呢 可能会更大 因此啊 这个憋了很久的购买力 在短期之内 集中涌向了 这些高端楼盘 另外开发商啊 因为现金流 以及资金成本的一个压力 也放低了 他们的一个姿态 根据啊 这个观点地产的 一个分析当中啊 这个有市场人士就认为说 开发商一直在 预售正价格上 跟市场博弈 由于啊 很多预售正价格 达不到预期 那开发商销售动力呢 也就不足了 但经过一段时间以来啊 开发商一些中高端的 这个项目 长久的积压 不仅是占据了现金流 还增加了开发商的 资金成本 事实上呢 中国的住房问题 是很复杂的 那国家也一直在 推动各种政策实现 这个啊 这个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这样一个终极目标 而对于普通人而言啊 我们需要做的 则是不轻易被 断章取义的报道干扰心绪 用合理的心态 来面对现实的压力 做出理性的个人选择 近日呢 支付宝上线星巴克小程序 用星说 目前呢 用星说支付宝小程序 提供31块 至288块钱 不等的星巴克卡券 用户呢 可以选择卡券联系人 编辑祝福语 送出星意啊 那即可呢 是将购买的礼物 送给支付宝中的好友了 在功能定位之上呢 支付宝的用星说 与星巴克微信小程序 星巴克用星说 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仅在设计上 是呈现了 不一样的风格 那移动互联网时代 星巴克呢 在中国呢 是早已入乡随俗 推出了移动支付的服务了 早期呢 这项服务呢 只是在星巴克APP Apple Pay 三星支付 华为跟小米支付上呢 是存在的 国内呢 两大移动支付巨头 支付宝跟微信支付呢 都是没有办法 在星巴克店内消费 直到2016年12月份 星巴克呢 才跟腾讯市宣布合作 中国内地地区的2000多家 这个星巴克门店 都可以是使用微信支付的 其中也有例外 2000多家 这个星巴克门店里面 还有三家呢 是不能用微信支付的 他们呢 分别是在阿里巴巴西西 园区这个门店 还有这个阿里巴巴 滨江园区门店 以及支付宝楼下的这个门店 就是说在 阿里巴巴园区之内 是用不了啊 那他们提供的是 支付宝的这样一个服务了 三家对2000多家 让支付宝处境 可以说是很尴尬 尴尬了200天之后啊 这个支付宝在2017年9月份 终于是宣布 内地2800多家星巴克门店 可以用支付宝来去付款了 以上呢 就是财经周报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